大家好,歡迎收看MOM TV 我是徐培莉營養師 今天要介紹一歲以上的副食品 師傅名稱為黃豆雜糧飯 我們這道料理要準備的食材有 菇米40公克,紅喜菇10公克,青江菜10公克,以及黃豆10公克 首先我們先將黃豆用熱水泡軟 因為待會我們要去殼至少靜置30分鐘以上 那在浸泡的同時呢,我們現在也要用雜糧米 那雜糧米的部分呢,建議以大概40度C的溫水事先浸泡 因為適量的溫水,它可以活化雜糧米它的酵素 可以讓它的口感更好 那利用這個時間呢,我們將我們要用的食材來做切末的動作 首先是青江菜 那假如您的小寶寶呢,本身對於青江菜 或者是其他菜葉的菜梗的部分 比較不是那麼喜歡咬 那建議媽媽呢,可以選擇菜葉的部分來供應 那如果寶寶的咀嚼功能已經很成熟的話 我們盡量菜葉菜梗一起下去,營養更好 第二個部分呢,我們就是來準備紅喜菇 也一樣要將它切小段 好,那剩下的紅喜菇呢,我們只要留一個小蒂頭就可以了 接著將所有的食材混合 接下來我們將泡好的黃豆先把水倒掉之後呢 可以開始去殼了 接著我們將剝好殼的黃豆呢 拌進剛剛混合好的食材裡 稍微攪拌一下 我們將食材攪拌均勻之後呢 接著就可以放到電鍋裡 如果您的家裡是一般傳統的電鍋 記得外圍加一杯水 那如果是電子鍋呢 那請按到吹飯的按鈕 等到電鍋跳起來,料理就完成囉 這就是我們的黃豆雜涼飯 那它是富含植物性蛋白 還有膳食纖維的一道料理 更是現在忙碌的媽咪們 好自備 好烹調的食材 那除了我們今天介紹的食材之外呢 媽媽也可以自行變化裡面的內容 黃豆可以豬肉或者是魚肉 五穀飯的部分 可以更用雜糧飯 還有十穀飯 地瓜來增加風味 那另外蔬菜的部分 就看媽媽你們現有哪些食材 一併加入 味道一定會更營養更美味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